在最近一周里,万物的任谋,Nintendo Switch和塞尔达几乎霸占了我所有时间 各种没管好时间呢就到了深夜,好无赖啊,总会有这么一片的到来 而虾米我呢也是曾经在欢迎之席中无法自拔 再加上周末公司组织的狼人杀活动,简直是各种失职啊失职 哎呀,好啦,虾米我虽然玩的嗨,不过还是记得给各位小伙伴准备各种新课呢 小广播开始了 热魔害我没休息,望我休先十六七 在前一段时间,万代公布了红一端,献献手臂装备配钱包之后 在近一段时间呢,又公布了一组红一端武器配钱包 嗯,话说,红一端是老板家孩子偏执的爱吗 这或许是日常对本国历史文化推崇的原因之一吧 做成高达之后的武士红一端依然在各种代理上都属于优先级 而这一次,彩虹臂正常了一回 除该红一端本体及配钱包作为套装出售之外 这一次的新配钱包可以单独出售 不过五千四百日元的定价作为配钱包的话还是很贵的 啊,SIMASE,我忘了光影 这么一堆笔的话,红一端这配钱包简直是白送 这次推出的大钱包和之前的新鲜手臂,罗安格林炮 就问其他的MB颤抖了没有 看着MB的大钱包变形会不会在把玩体验上有一个质的不同 说到这里,再心疼那一端五分钟 换代WF核弹系列再次推出了高达EX-S 相比起第一版高昂的售价,有点变相再版的味道 这次的EX-S组装相比起原作有了不小的变化 整体偏向了冷色调,也增添了不少数码迷彩 和之前MR系列的EX-S比较类似 第一台上的影音也是非常的强烟 为整体填色不少 作为一个核弹,这款EX-S的配件也是非常多的 并且可以还原S高达 为战士系列增添了些许可玩性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第一版WFEX-S的组合度似乎非常的差 配件根本装不上去 不知道这款会不会有些改进 如今,实玩越发向成品 成品越发向实玩 万弹内部的竞争也是越来越激烈 不难看出啊,实玩也渐渐开始走高端市场 实玩部这是全大成品部 脚踩瓶瓶装部,统一老臂,指日可待啊 还顺利一句老话,有竞争才有进步 希望实玩能为各位粉丝抽出新的号 听到了吗?就你,你你你,还值宝 又到了大家的老朋友 HT出场时间了 我的Toys呢,在很早之前 便公布了这款半可动的Mk46 换说这款PBS半可动也是有些搞笑 本来说全身灯光之作 在全可动技术上有些困难 但刚公布没多久 就又公布了全可动的Mk46 这一个产品赚两份钱 HT,你还真是厉害了 不过由于产品过多 导致本款半可动 今年4月才能出货 这不是坑店吗? 你全可动都快要出货了呗 本来预定的玩家 就是在想可动到手之前 先玩玩这个半可动的节节产 唉,请预定的玩家 按照顺序帕奥队 背着炸药包着HT吧 而190刀的售价 也就是想在可动之前 先坑一波了 反正本款呢 我们是绝对不会买的 就是不知道HT的死粉 淘淘会不会买咯 似乎永远无法玩戒的 《尖锋传奇》 已经连载了25年 这部集合了几乎 所有人类负名情绪的作品 在漫画明星中 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 一直非常喜欢P1S 在选材上很对 虾米我的威格 在早前便公布了 他们要制作 《剑锋传奇》系列 雕像的预告了 这次打头阵的 当然是作品主角 嘎子了 终于是见到了 整款雕像的全貌 造型采用了常规战姿 这个倒是保证了 雕像的高度 斩龙剑上的血子 显得武器 既锋利又沉重 窥下的质感 显得十分厚重 无论是皮具的质感 还是斑驳的秀景 都可以看出 P1S在这些细节上 还是各种秀操作的 或许 底座上的各种尸体 会让部分玩家感到不适 不过 这也是各位剑锋迷们 最期待的重口味菜之一了 爬斧在脚边的狂犬 似乎被驯服 配合角色那狂野的表情 又是一款铃杖感 非常强烈的作品 加密我也是非常期待 库鲁骑士和狂战士 开架的成品 如果说喜欢剑锋传奇的话 那么选诅咒 肯定是不会错过了 作为DLC老猎人片的封面 选她来做产品 自然是再顺利成长不过的事 就是星辰钟楼的满利亚女士 禅兵宣认了最为经典的登场造型 安睡在椅子上的她显得平静而自然 手中的洛阳却提醒着造访的恋人们 最好不要靠近 其实宫崎应高在设计角色和场景这方面 玩家自然是能体会到每一颗细节 酒杯的摆放 破碎的相框 丝巾上的穴子 这些地方都是经得起剧情上的推敲 而P1S这样一款还原角色的作品 详细作为游戏民们来说 是很难抵抗住这般诱惑的 而这款玛尼亚的售价 相较于P1S其他产品 便宜了不少 约合软媒币4100 比起动不动就上万的变形金刚系列 这样的价位 详细还是会有不少粉丝 愿意充值信仰的 好吧 虾米我也没忍住 等明天三月出货了 想要看玛尼亚姐姐评出的眼狼村民 请提前举起好你们的刀叉戒记 来刷一波6版 好了好了 说了这么一大堆正经的赛 虾米我还是给各位老司机 带一波福利好了 由游灵魁第五出品的 以及当千系列 第二款女母子民 风格很好变啊 与之前的关羽云场一样 都是在一个礼盒上的姿势 不过比起关羽云场 这款女母子民的姿势 可要遥绕不少 话说 Unicreative最近特别喜欢 这一类的风格设计 以后就要他老司机工厂好了 反顿在礼盒上的他 似乎像是从盒子里 被打开一般 呈现在眼前 真希望四月出货的灵花 能够在品质上有所保证 虽然看到关毒的时候 感觉被毒的厉害 这个皮肤的质感太赞了 有没有 无论是表情神态 还是姿势 都已经是非常赤裸的 优惑人了 如果说对丝带的颜色 有不同看法的话 老司机工厂 还准备了粉色丝带一色版 高光的效果 也是做出了真丝布料的材质 配合嫩白皮肤的效果 给人一种无比丝滑的感觉 好吧 如果说沙鲁都市灵花的品质 达到了我心中期待的效果 这一款 可就忍不了了 听到这个旋律 觉得熟悉的小伙伴们 你们的童年 一定非常美好 那个后司总是会给个玩家 带来这种回溯童年的产品 这一次嘛 数码宝贝系列 毫不意外的出现 也是让虾米王好一阵感动 虽然说暴龙兽的造型 现在看起来有些简单 不过当时第一次看到的那种感觉 现在却很少能体会得到 作为手办在线后的暴龙兽 背部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肌肉线条 虽说整体造型 醒的威武霸气 不过 虾米我现在看到 还是觉得非常萌啊 背后的太一 趴在暴龙兽身上 总会让我想起 Megos的小智 趴在喷火龙身上 不过这款产品在尺寸上要搭上不少 象征勇气的太一与暴龙兽 能不能在兽价面前给玩家勇气呢 虽然动画早已完结 但虾米相信 这个系列只是刚刚开始 在万代这几周的产品公布中 不然发现 财团B对于第一第二季度的看重 RMB系列也详细在前后时间里 推出了各种产品讯息 无论是快发售的 还是刚刚公布的 都非常吸引玩家的眼球 虾米我总觉得 不久之后 财团B怕是要搞些什么大新闻了 好啦 修仙也需要亮临而行 本期的新科速报就是这些 虾米我继续 黄眼求生去了 拜拜